如果说在11月这一大堆的发布会里面 最让人期待的心机是什么 我看看有多少人的答案是华为Made70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手机硬件升级 整不出新活的时候 华为的存在还在提醒大家 科技春晚也不能每年只整一些包饺子几备的火 就得整一些大火 Made70 Pro加这个外观真的跳过不了一点 背板上有细细的两个不同方向的线条 是一种猛男版的布林布林 摸起来会有一点磨砂的感觉 阳光下质感就能超级加倍 正面只要黑屏 基本上可以无难度融入今年的一堆四曲面旗舰 不过你要是拿起来 嗯 绝对是华为 还是那种宽厚的华为旗舰 小手抽想要勾到另外一边会有点费力 我手里的这两台都是Made70 Pro加的版本 对比Pro版本贵了接近2000块钱 相应的你可以获得三个RYYB排列的传感器 更大的内存 电池 以及更完整的卫星通信 新机子我拿到之后 花了一点点时间换机 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 一个是因为微信还没有办法直接传到Harmony Next 还有一个原因是荣耀直接就能换机过来 更厉害的是 我以前老荣耀使的卡还能直接传过来 这 这 讲道理啊 你要说这一年影像团队估计过得有点憋屈 现在终于憋不住了 影像能力再突破 Made70直接给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 假摄像头怎么样 这颗是可变光圈的主摄 这颗是超广角 长焦在这里 而红峰镜头在这儿 小小的可爱捏 而它的效果是这样的 哪怕是商场那种比较复杂的光源里 它也有比iPhone更准确的表现 搞得我现在拍照看到那种多巴胺风格的东西 就总想让孩子表演一个节目 这段时间拍出了不少很有感觉的照片 而且你仔细看啊 这次还是可以支持2500万高像素照片 解析力离不离谱 其实这是我缩放了两倍的 这才是原图 真的太夸张了 如果我再告诉你 这一次长焦拍摄的照片也能高像素 如何评价 我再按一下 怎么说你们都玩Live Photo是吧 那我超级加倍 华为的这个Live Photo 不仅融合了抓拍的效果 还不影响2500万像素的开关 再加上一些好玩的玩法 我觉得华为的实况照片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色彩准确 照片能动已经是很有意义的生机了 但这一次最让我提起拍照兴趣的是 这一次取景框真的巨清晰 老花粉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看看这流畅度 看看这画质 再加上这一次跟上了色彩 这取景框的目标 已经不只是看起iPhone了 而且影像甚至不能算是最大的亮点 要我说 这一次最大最大的升级 就是华为正式换上的新系统 Homini Next 我先说个爆的 虽然大家的系统都已经改成了OS了 但本质上 基于安卓能做的事情相对有限 但华为有机会把这个底座换了 直接重做一遍 那变化可就大了 动画那都只是顺变而已 别都不说 就是硬流畅 先说说表象的 现在手机里的实时活动有大和小两种形态 切换的时候 时间短一下就上去了 这个小圆点是工具栏 倒计时啊什么的 划出来就能用 回到桌面怎么样 这个动画 左屏的时候 壁纸的时间也会和桌面配合 控制中心的图标是逐渐展开的 就真的很夸张 而且大文件夹多出来的图标 居然是整理进去的 新用户还在awesome 老EMUI用户已经感动的哭了 看谁还受华为手机的系统设计老气 现在彻底重做的鸿蒙 当然不会兼容安卓的apk 那现在的体验如何呢 换季的时候我还没进场的app 可以先存着 已经提前发位的app 就会下载鸿蒙里面对应的版本准备好 给好奇次世代鸿蒙进度的小伙伴 看一下我现在手机的状态 乍一看已经区别不大了 而且基本上我每天打开鸿蒙的应用市场 都能收到更新推送 跟安卓的应用市场也没有多大区别 对了 讲个好玩的 如果有你想要 但现在还没有搬过来的鸿蒙APP 可以在应用商店的新元单里面 反馈给华为 2万个米家用户 800个Apple Music会员 你们好压 看着我6月份许愿上线的飞书 现在已经能用了 有一种点口明灯许愿成真的感觉 真的很赛不浪漫 虽然说刚刚搬进新家 有些功能还不能实现 比如QQ音乐只有推荐和自己的个单 理财通还不能登录账号 美团还不能玩原神 但现在大多数的App 都在积极地往里面填功能 有些软件甚至还借着重组的机会 搞了点新功能 各位平时爱玩的软件 要是有什么期待的新功能 这时候也是个反馈上去的好机会 对了 华为这一次还想整个大火 华为账号的重要性更高了 应用市场里已经可以看你下载过的 所有软件 包括你在其他设备上面下载过的 而且以往那些很骑傲不驯的软件 淘宝啊 咸鱼 京东 滴滴出行 连哔哔哔哔都可以直接通过 华为账号绑定的手机登录 甚至都不需要输入验证嘛 我换机过来甚至都还没插卡 就能把账号登录的七七八八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周刚更新的 长鲜版微信 其实它还是在一个搭建过程中的 你看比如说 我想要把这个聊天记录 合并转发或者薯条转发 它会告诉你现在用不了 群收款的话它也是没有的 表情包这里的话 它就只能收藏别人发过的表情包 就这里是没有办法添加的 但是你基本的聊天是可以的 然后收付款也不会影响 朋友圈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比较重要的是 扫成蓄药工资号是可以使用的 这样其实就已经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了 我相信华为想做的 肯定不是咬咬牙就能用的系统 而是真正能把别人蛋糕 啃下来的新系统 比方说那个看起来很噱头的新功能 这样抓过去就可以了 但这里还有更多的细节 首先不是同一个拳头 没问题 不是一个账号也没有问题 哪怕你不开华为互传也可以抓放 系统会自动帮你打开 这么互传之后 互传过的设备就一直互相可见了 不用受到10分钟自动关闭的限制 这成功率可比iPhone那个头风头高多了 说起来 我第一次体验到Harmony Nest那次的版本 还是在半年之前 当时完全想象不到 半年后华为的打卷 就已经有这样的完成度了 在现在的应用市场里面慢慢往下刷 我能刷到无数眼熟的不眼熟的APP 从大厂到个人开发者 是真的每天都有无数的应用在适配Nest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形容 一开始大家对Nest不适配安卓应用 是非常忐忑的 就生怕真的走了当年Windows Phone的老路 但几个月之后 我觉得可以说拨开语物了吧 我在想 会不会有很多开发者在忐忑中 把自己的内建移植到Nest方面 然后到工作阶段的时候 发现你自己同行的人千千万万 咕噜咕噜 莫名音响起了流量地球 OK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 如果要是我非常重要 那我是千里 到下期再见吧 拜拜